Hello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动托邦 2009年3月5日,50岁的迈克尔·杰克逊在英国伦敦O2体育馆 宣布将于7月起在这里举行10场演唱会 他将演唱会命名为This is it,就是这样 并称之为其音乐生涯的谢幕演出 This is it, and see you in July 这是时隔12年来,迈克尔·杰克逊首次举行大型演出 歌迷们全部都沸腾了 短短45分钟之内,10万张演唱会的门票就被抢购一空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内,另外9万张门票也通通告庆 面对前所未有的需求量 演唱会的承办商AEG演出公司迅速做出反应 将原本的10场演出追加到了50场 这意味着迈克尔·杰克逊将从2009年7月一直唱到2010年3月 即使是这样,100万张门票也在4个小时内全部都卖完了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歌迷们担心 以迈克尔·杰克逊当时的身体状况 是否能够撑得下来50场演唱会 事实证明歌迷们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2009年6月25日,就在首场演唱会原定日期的几天前 迈克尔·杰克逊以一种悲剧的形式提前出现在了全世界面前 美国媒体TMZ在当天太平洋标准时间14点44分 率先向全世界报告了迈克尔·杰克逊的死讯 紧接着推特、洛杉矶时报、维基百科和一些即时通讯工具 都因为大量用户同时搜索关于迈克尔·杰克逊的消息 而发生了短暂的瘫痪 迈克尔·杰克逊的骤然离世 甚至他的一生都伴随着大量的争议和谜团 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像他那样顶着荣誉皇冠的同时 也背负着无数的骂名 被全世界狂热追捧的同时 也面对着最恶毒的谩骂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位King of Pop 流行音乐之王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 迈克尔·杰克逊1958年出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 父亲乔·杰克逊与母亲凯瑟琳·杰克逊1949年成婚 家中共孕育有七个子女 迈克尔·杰克逊排行老七是最小的一个 却也是音乐成就最高的一个 将迈克尔·杰克逊领到音乐殿堂的人 正是他的父亲老乔 乔·杰克逊在当地的一家钢铁厂当工人 收入并不高 但是却有一颗热爱音乐的心 他和朋友们利用空余时间 组建了一支叫做猎鹰的摇滚乐队 偶尔还会参加一些演出来补贴家用 不过并没有很成功 也许是受到了父亲的熏陶 老乔的几个儿子都非常爱好音乐 尤其是小儿子迈克尔·杰克逊 那简直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他向了孩子们的音乐才华的老乔 灵机一动 干脆让儿子们组成了 Jackson 5 杰克逊五兄弟组合出道 并且让只有几岁的迈克尔·杰克逊 占C位 每到周末 老乔就会开着车 带着孩子们去各种俱乐部酒吧里面演出 渐渐的杰克逊五兄弟这个组合 在当地也开始越来越有名气 1967年组合有了他们的第一支打榜歌曲Big Boy 随后与汽车城唱片公司签约 于1969年推出了第一张专辑 看着孩子们成名有望 老乔举家搬到了加州 开始全身心的投入到 发展儿子们的演艺事业当中 很长一段时间里 老乔都是子女们的经纪人 对最有天赋的小儿子 迈克尔·杰克逊是尤为观照 并且不遗余力地将他推向成名的巅峰 1972年 14区的迈克尔·杰克逊单飞 推出了自己的单曲Ben 成为了他的首支榜单冠军单曲 迈克尔·杰克逊也是美国历史上 获得单曲冠军最年轻的艺人 此后的数十年里 迈克尔·杰克逊仿佛像是着了魔一般 在音乐与艺术的道路上越走越顺畅 1982年 他的专辑Thriller 战力 蝉联了美国Billboard的音乐排行榜冠军37周之久 创下了1.1亿张销量的记录 至今无人能够打破 专辑的同名主打曲Thriller的音乐录影带 还成为了现代MV的鼻祖 在此之前 音乐录影带里面 歌手往往也就是唱唱歌跳跳舞 但迈克尔·杰克逊在这支MV中 不但又唱又跳 而且还衍生出了独特的剧情 一首歌下来 观众们仿佛看完了一部微电影 所以迈克尔·杰克逊也被称为是当代MV的发明者 1983年5月 迈克尔·杰克逊在一档汽车程唱片公司成立25周年纪念的电视节目里 首次展示了他的独特舞步《月球漫步》 这种滑步制造了一种特殊的视觉效果 给人一种明明在向前行走却后退的幻象 此后月球漫步的热潮迅速席卷全球 作为父亲乔·杰克逊既是把儿子推上了荣誉巅峰的人 也是亲手毁了孩子童年的人 他强硬而严厉的管教手段 给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深深的伤害 1993年迈克尔·杰克逊接受了知名主持人奥普拉的全球直播采访 面对种种提问他总是笑着回答 语气温柔而又坚定 但只有问到父亲时 他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说道 我爱我的爸爸 但是我并不了解他 杰克逊家族的孩子们都是没有童年的 每天三四个小时的上课时间之外 其他时间都在录影棚里面排练 老乔就拿着皮带坐在旁边的椅子上 只要孩子们稍微表现不好 就是一顿毒打 周末的演出总是排得非常的满 有时候一个周末甚至接十几场演出 经常唱到凌晨四五点钟 老乔才会带着孩子们回家 一路上还会絮絮叨叨的说个不停 当被问到是否害怕父亲时 迈克尔·杰克逊的回答是非常害怕 怕到有时候他来看我时 我都会生理性的开始呕吐 最让迈克尔·杰克逊感到难过的是 从有记忆开始 父亲就指责他五官长得不够好看 尤其是鼻子又大又塌 正是这样的抨击 让迈克尔·杰克逊承受了一生的梦魇 老乔从来都不会表达爱 也从来不会夸奖孩子 在迈克尔·杰克逊的记忆里 有关父亲的唯一的温情的回忆 就是在他四岁的时候 一个节假日里 父亲把他放在了一个小木马上 他说虽然只有那么一次 和父亲一起玩耍的经历 但是那个感觉真好 这也成为了日后 迈克尔·杰克逊是巨资 打造自带大型游乐场的 梦幻豪宅乌有巷的初衷 如果要在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生涯中 挑出一个最特殊的年份 那么无疑是1993年 就像迪庚斯所说的 这是最好的时光 也是最坏的时光 这一年 迈克尔·杰克逊拿下了各大音乐奖项 他走进了白宫 得到了总统的接见 最值得一提的一点 还是1993年1月31日 迈克尔·杰克逊 在美国超级晚中场秀上的表演了 这场表演缔造了音乐历史上最伟大的15分钟 全球音乐迷都为之疯狂 无语伦比况是经典 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形容词 来形容那场表演都不为过 在那次表演当中 迈克尔·杰克逊演唱了 《天下一家》 We are the world这首歌 在开始演唱之前 迈克尔·杰克逊手里拿着指挥棒 指向了现场的观众席 此时在现场观众的配合之下 观众席上出现了一个个巨型的儿童画像 紧接着想起了同声合唱版的《天下一家》 迈克尔·杰克逊站在孩子们中间 和他们一起演唱 最后一幅世界地图缓缓升起 寓意非常的明显 呼吁世界和平和爱 一下子升华了演出的主题 已经超出了简单的商演的范畴 We are the world这首歌 是1984年迈克尔·杰克逊 与莱昂纳尔·里奇共同创作的 当时非洲遭遇了世纪大饥荒 次年在迈克尔·杰克逊的邀请下 45位当红歌星共同走进录影棚 仅仅耗时一晚就录好了这首世界名曲 后来这首歌至少为非洲灾民募集了 6000万美元的支援金 然而就在这辉煌时刻过后的仅仅6个月 1993年8月 49岁的艾文·钱德勒 控告迈克尔·杰克逊 猥亵了自己年仅13岁的儿子乔迪 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年之内 迈克尔·杰克逊经历了冰火两重天 为了弥补童年的缺失和不幸 1987年迈克尔·杰克逊 是巨资1950万美元 买下了位于美国加里福尼亚州 圣巴巴拉市的一座 11平方公里的庄园 并将其改造成了一座 自带大型游乐设施的梦幻豪宅 庄园里有私人运动场 人工湖 游乐场 电影院 动物园 还有咔嚓着齿轮前进的电动小火车 有华丽的街灯 摩天轮 旋转木马 还有五彩缤纷的花园 迈克尔·杰克逊 用经典童话 小飞侠 彼得潘中的梦幻岛 Neverland 来给庄园命名 中文被翻译为 梦幻庄园 虚无岛 或者乌有香 在彼得潘的梦幻世界里 居住在Neverland的精灵们 永保同心 迈克尔·杰克逊 用乌有香 来隐喻自己心中 深藏的那块极乐世界 乌有香 不仅仅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家 更是一场盛大的嘉年华 这里面对全世界 有病的或者是贫困的儿童 全年免费开放 孩子们可以通过慈善机构 申请来这里参观 甚至是小住 迈克尔·杰克逊 与他的家人和朋友们 曾经在这里 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只可惜彩云一散 琉璃一碎 乌有香 这个曾经的世外桃源 很快就成为了 杰克逊噩梦开始的地方 1993年2月 因为一次汽车抛锚 迈克尔·杰克逊意外 认识了某租车公司的老板 大卫·史瓦茨 大卫的继子乔迪·钱德勒 是迈克尔·杰克逊的超级粉丝 就这样 史瓦茨一家 与迈克尔·杰克逊 结下了不错的交情 不仅会经常到对方家里面聚餐 大卫·史瓦茨的妻子琼 和小乔迪 也成为了乌有香的常客 可没想到 短短几个月之后 一直对乔迪莫不关心的 生父艾文·钱德勒 竟然将迈克尔·杰克逊 告上了法庭 企图从杰克逊的资产中 分得一杯羹 尽管母亲穷和继父大卫 始终觉得迈克尔·杰克逊 并没有对小乔迪 做出任何不当的行为 乔迪也否认了 自己被侵犯的说法 但是艾文·钱德勒不愿放弃 他向法院争取到了 对乔迪一周的监护权 希望趁着跟儿子短暂 独处的时间 改变他的想法 艾文·钱德勒 当时是一名牙医 他利用拔牙的借口 给亲生骨肉乔迪 注射了一种叫做 阿米托纳的药物 使乔迪在该药物的影响下 产生了虚假记忆 乔迪的证词 也从原本的没有受到侵犯 变成了迈克尔·杰克逊 确实侵犯了我 艾文·钱德勒 后来在一份电话录音中 暴露了他这次诉讼的 真正目的 会身败名裂 在未来他将卖不出去一张唱片 如果我得不到我想要的一切 这将会是一场大屠杀 1993年12月20日 FBI要求对迈克尔·杰克逊 进行全身的裸体检查 迈克尔·杰克逊同意了 随即警方迈克尔·杰克逊 以及钱德勒双方的律师 一名医生 一名检察官 还有一名摄影师 进入了乌有乡 在杰克逊的房间里 对他进行了25分钟的检查和拍照 得出的结论是 乔迪对于迈克尔·杰克逊 隐私部位的描述 有相似的地方 就比如说患白巅峰的症状 但也有非常不准确的地方 因此乔迪的证词 不能够作为给杰克逊定罪的依据 这次裸体检查 给迈克尔·杰克逊的身心 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即使是这样 即使是流言四起 迈克尔·杰克逊 依然不愿意庭外和解 然而当时杰克逊 正处于事业的巅峰 危险之旅 世界巡回演唱会 也因为这起案件 取消了1993年11月11日 墨西哥站之后的所有演出 如果继续接受审问和调查 很可能意味着工作停摆 唱片公司是绝对不允许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在公司的深压之下 杰克逊被迫接受了庭外和解 支付了钱得了一家 2000多万美金 艾文钱得了这才撤诉 但是事情到这里 还远远没有结束 2002年前BBC记者 马丁·巴西尔 找到了迈克尔·杰克逊 表示愿意为他拍摄一部纪录片 巴西尔曾经是BBC 广角进栏目的记者 靠着拍摄戴安娜王妃的纪录片 而声名大噪 杰克逊与戴安娜王妃 都热衷慈善事业 两个人又是好友 迈克尔·杰克逊天真的以为 巴西尔既然能够获得 戴安娜王妃的信任 人品应该问题不大 就同意了拍摄 当时的媒体还不算发达 迈克尔·杰克逊也想要 通过这部纪录片 向外界展示真实的自己 或许能够消除公众 对自己的许多误解 2002年5月 巴西尔带着他的团队 来到了乌友乡 开始跟在迈克尔·杰克逊身边拍摄 一直到2003年1月才离开 然而迈克尔·杰克逊 长达9个月的友善 却没能阻止巴西尔的阴谋计划 2003年2月 一个半小时的纪录片 和迈克尔·杰克逊一起生活出炉 影片中 迈克尔·杰克逊成为了一个 有怪癖的疯疯癫癫癫的人 杰克逊没有想到 这部被寄予厚望的纪录片 竟然成为了 将他推入深渊的黑手 影片一开始 巴西尔以观察者的角色 进入了杰克逊的生活 迈克尔·杰克逊 积极热情地带他参观乌友乡 他们玩赛车 坐摩天轮 这边的杰克逊 看起来天真快乐 但影片的旁白却是 这是你没有见过的杰克逊 他的音乐 金钱 孩子 性 还有他的脸 从一开始 巴西尔就没有想和迈克尔·杰克逊 成为朋友 他只想从杰克逊身上 挖出劲爆的话题 在杰克逊的音乐工作室里 巴西尔让迈克尔·杰克逊 展示他的月球漫步 杰克逊表示自己害羞 难为情 巴西尔却语气强硬地说道 我知道你的害羞 但你就站起来表演给我看一下 后来巴西尔连续追问 迈克尔·杰克逊的隐私经历 最后杰克逊说道 小时候经常看到哥哥带女孩子回来 而他的第一次是又紧张又害怕 就这样 巴西尔把迈克尔·杰克逊 塑造成了性恐惧 害怕与女孩接触 不喜欢女性的人设 在纪录片里 迈克尔·杰克逊应粉丝要求 把自己的小儿子坦坦 暴露了出来 但因为担心拍摄灯光太过刺眼 以及不想过早地暴露孩子的容貌 杰克逊用一个纱巾 将孩子给遮了起来 但这一切在纪录片里 却完全变了味 影片中 婴儿被裹在纱巾里艰难地进食 而抱着他的父亲 则神经兮兮 叙叙叨叨地喂着奶 当杰克逊把孩子带回屋里时 巴西尔加了一句旁白 迈克尔·杰克逊的行为 引起了我的注意 影片最后的部分 也是争议最大的部分 巴西尔跟拍杰克逊 在乌友乡招待前来这里 参观游玩的孩子们 本来温馨又欢乐的场景 却被巴西尔附上了这样一段旁白 我实在不敢相信 经过1993年的那场官司 迈克尔·杰克逊 居然还敢让孩子们 跟他一块住 镜头的下一秒 切换到了一名叫做 加文·阿维佐的身患癌症的男孩 他和杰克逊肩并肩地 坐在沙发上接受采访 之前医生曾经诊断 加文最多只能活一个月了 加文的一个遗愿 就是能够见上迈克尔·杰克逊一面 可是当时加文身边 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渠道能够联系得上杰克逊 后来一位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把电话打到了乌友乡 可没想到 第二天加文就接到了 迈克尔·杰克逊的电话 原本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巴西尔的纪录片 却把焦点放在了 加文和迈克尔·杰克逊 两个人的关系上 影片中巴西尔问迈克尔·杰克逊 你都44岁的大男人了 还天天跟孩子们住一个房间 在一起玩 你能得到什么呢 迈克尔·杰克逊说 我和孩子们的关系非常好 我写的歌编的舞 都是从孩子们身上获得的灵感 他们想睡我的床 那就睡 我睡地上就行 杰克逊明确地表示 乌友厢有足够的客房 但是每一个来这里的孩子 都想和他待在一起 他会说 只要你们的父母同意 我这边就没有问题 加文在他的房间时 也是他睡在地上 加文睡在床上的 两个人还因为抢着睡地板 争论了好久 然而接下来的旁白 巴西尔却说 不得不说 听完这些之后 我感到挺不舒服的 我觉得迈克尔·杰克逊 对孩子有一种深深的迷恋 可想而知 纪录片播出之后 公众又重燃了 对迈克尔·杰克逊 鸾同案的兴趣 2003年2月底 为了反驳马丁·巴西尔 这部纪录片的恶意剪辑 杰克逊团队放出了 纪录片拍摄期间 他们所录制的幕后画面 并且取名为 迈克尔·杰克逊专访 你从未看到过的镜头 这部影片所呈现的内容 与巴西尔的纪录片的基调 截然不同 影片显示 巴西尔在采访杰克逊时 毫不吝啬赞美之词 甚至说道 你和孩子们的关系 真的是太好了 你们的关系看起来很自然 充满爱与关怀 我几乎都要落泪了 然而即使是这样 2003年6月 圣巴巴拉郡地方治安部门 依然对迈克尔·杰克逊 展开了调查 认为他有侵犯 加文·阿维佐的嫌疑 同年7月 加文·阿维佐一家 接受了问讯 11月18日 70多名执法人员 拿着一纸搜查令 来到了乌有乡 搜查了这里的每一个房间 每一个抽屉 拷贝了每一台电脑中的 所有文件 警方的这一举动 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谴责 因为这一次所出动的执法人员 比美国历史上 任何一次调查连环杀人犯 所出动的人员都要多 然而整整18页的搜查记录 总结起来就只有一个词 Nothing 什么都没有查到 这起案件 持续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2004年4月 迈克尔·杰克逊 被指控阴谋罪 猥亵儿童罪 儿童绑架罪 非法监济勒索 等十多项罪名 如果这些罪名全部都成立的话 迈克尔·杰克逊将面临20年的牢狱之灾 他的演艺生涯 也将从此画上一个句号 2005年6月13日 是这起案件宣判的日子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前面 挤满了围观的路人 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审判结果 每当一项无罪裁定被宣读之后 就有一只白鸽被放声 飞向天空 当全部14项无罪裁定 被宣读完毕之后 歌迷们一片欢腾 大家互相拥抱 五彩的纸屑满天飞舞 有人甚至激动地晕了过去 可这两起鸾同案件 依然对迈克尔·杰克逊的事业 精神世界 甚至身体健康 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第一起案件 让他接受了极具羞辱性的调查 第二起案件 更是启动了司法诉讼程序 从那之后 杰克逊再也没有回到乌友乡居住 而是带着他的三个孩子 在全世界各地旅居 他觉得警方的多次搜查和恶意指控 玷污了那片土地的圣洁 除了鸾同案 围绕着杰克逊的另外一个巨大争议 便是他逐渐改变的容貌 尤其是肤色了 90年代初 在媒体的炒作之下 有不少人认为 杰克逊是因为嫌弃自己黑人的身份 进而进行了皮肤漂白或者直皮 1993年在接受奥普拉采访时 杰克逊首次公开回应了 关于皮肤漂白的质疑 他说道 首先据他所知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皮肤漂白技术 他也从来没有见过 其次 他患上的是一种皮肤病 色素受损 变白 并非他所愿 他也无能为力 有无数白人晒日光浴 追求古铜色的皮肤 却从来没有人因此遭受过非议 只有他被大众议论纷纷 而且他表示 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 他感到非常的自豪 早在1986年 杰克逊就被诊断为白电风 这是一种家族遗传病 杰克逊的姑姑和姐姐 都是白电风患者 他的大儿子王子 也遗传了他的白电风 麦克尔·杰克逊 不是唯一一个因为白电风 而全身变白的黑人 但他绝对是因为这个病 被攻击的最惨的黑人 在被诊断出白电风的同一年 1986年 美国的一家小报 国家问讯 还刊登了这样一张照片 杰克逊躺在高压养仓里 标题是 麦克尔·杰克逊 为寻求青春永住 住进高压养仓 消息一出 舆论哗然 大家都纷纷议论 这家会也太膨胀了吧 面对这样的纷扰 杰克逊一如既往的选择了沉默 可事实的真相是 虽然照片里的麦克尔·杰克逊是真的 高压养仓也是真的 但杰克逊躺进去 并不是为了永保青春 时间还要回到1984年 那一年杰克逊在洛杉矶 为百事可乐拍摄广告片时 发生了意外 美光灯突然爆炸 见起的火花点燃了杰克逊的头发 导致杰克逊的头皮和身体 遭受了二级和三级烧伤 差点损伤到颅骨 多次手术给杰克逊带来了 难以忍受的痛苦 因为疼痛 医生不得不使用强力的阵痛药 坊间传闻就是从那个时候起 杰克逊开始产生药物依赖的 事后百事可乐赔偿了 麦克尔·杰克逊150万美金 但杰克逊将这笔钱 全部都捐了出来 成立了麦克尔·杰克逊 烧伤治疗中心 照片中的高压养仓 就是来治疗烧伤患者的 治疗中心引进了高压养仓之后 请杰克逊前来试察 当时杰克逊又看又摸 最后决定躺进去试试 于是就有了国家问讯 刊登的那张照片 新国家问讯这家小报 依然办得风生水体 但是杰克逊却永远离开了我们 由于长期失眠 再加上各种身体不适 麦克尔·杰克逊在2009年 宣布举行This is 8演唱会时 其实早就已经被各种药物 折磨得不成人形了 2009年6月24日下午 杰克逊走下自己租来的 位于美国加州洛杉矶 霍姆比山庄的豪宅的楼梯 来到餐厅和孩子们坐在一起用餐 这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用餐 杰克逊的私人厨师凯·蔡斯 为他准备的是烤金枪鱼 有机沙拉 一个胡萝卜 以及一杯橙汁 因为晚些时候需要彩排 杰克逊必须吃一些清淡 又耐饥饿的东西 根据他的厨师蔡斯所说 当天杰克逊的状态非常好 看起来精力充沛的样子 6月24日傍晚6点半 麦克尔·杰克逊来到了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斯坦普斯体育中心 伦敦演唱会开始之前 麦克尔·杰克逊和他的团队就是在这里做最后的彩排的 当晚有很多人都记得 杰克逊的状态充满了激情 他演唱了好几首经典曲目 晚些时候还和伴舞们第一次穿着演唱会的服装表演了 杰克逊亲自挑选的舞者之一克里斯·格兰特说道 麦克尔·杰克逊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们 他真的很享受音乐 午夜时分彩排结束 麦克尔·杰克逊一一拥抱了当天的所有舞者 感谢了整个团队 6月25日凌晨0点30分 杰克逊回到了租住的豪宅 在门口与一小匹歌迷简单的打了个招呼 随后在保安的护送下进入屋内 在楼梯口脱下鞋 和之前几个晚上一样 康拉德·穆雷医生已经在屋里等候了 除了他和杰克逊的孩子们 没有人被允许上楼 穆雷医生和杰克逊很早之前就认识了 这段时间他每个月被支付15万美金 来管理杰克逊的健康问题 以保证他能够顺利的撑过50场演唱会 6月25日凌晨1点半 根据警方事后公布的 针对穆雷医生的搜查令和起诉书 穆雷医生给了杰克逊10毫克的安定 以帮助他入睡 此时杰克逊的失眠问题 已经严重到了不用药 根本睡不着的程度 穆雷医生违规连续60天 给杰克逊使用了麻醉剂一柄分 他意识到杰克逊已经对这种药物 产生了上瘾的倾向 想要帮杰克逊戒掉一柄分 可是为时已晚 6月25日凌晨2点 杰克逊依然保持着清醒 安定完全没有起效 穆雷医生在生理盐水中 放入了2毫克的劳拉西盘 对麦克尔杰克逊进行了静脉注射 这同样是一种镇定催眠抗焦虑的药物 6月25日凌晨3点 杰克逊还是睡不着 穆雷医生又给他注射了2毫克的米达坐轮 也是一种镇定剂 凌晨5点 眼看洛杉矶的太阳已经升起了 可是麦克尔杰克逊依然躺在床上 瞪着一双大眼 他要求穆雷医生赶紧给他注射牛奶 牛奶是一柄分的别名 穆雷医生拒绝了 取而代之的是 又给杰克逊注射了2毫克的劳拉西盘 早上7点30分 杰克逊依然清醒着 穆雷医生又为他静脉注射了2毫克的米达坐轮 这一晚上的连续用药 已经让穆雷医生有一些害怕了 但是杰克逊依然毫无睡意 上午10点40分 经历了一夜无眠的杰克逊极度的烦躁 他再一次要求穆雷医生赶快给他注射牛奶 他需要睡觉 穆雷医生这次满足了杰克逊的要求 将25毫克的一柄分加到了点滴里 事后在警方的问询当中 穆雷医生特别强调 以前都是使用50毫克的 几分钟之后 麦克尔杰克逊终于睡着了 穆雷医生松了一口气 10点50分 他离开了杰克逊的房间 上了一趟洗手间 让穆雷医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杰克逊这次是与世长眠了 当穆雷医生从洗手间回来之后 他发现麦克尔杰克逊没有了呼吸 他立刻给杰克逊注射了 0.2毫克的福马悉尼 以抵消麻醉镇静药物的作用 并开始给杰克逊做心肺复苏 可是他并没有遵循CPR的标准流程 没有把杰克逊放在地上或者是硬板上 而是把一只手垫在了杰克逊的身体下面 用另一只手按压胸腔 根据警方的调查报告 穆雷医生并没有立刻拨打911报警电话 而是在11点18分 分别打了三通电话 时间长达47分钟 直到中午12点05分才结束 6月25日中午12点22分 杰克逊的保安终于拨打了911 但此时距离麦克尔杰克逊失去呼吸 已经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 7分钟之后12点29分 救护车和紧急救护人员赶来 杰克逊没有呼吸没有脉搏 急救人员尝试了两轮心肺复苏 但杰克逊都没有任何的反应 穆雷医生表示他能够感觉到 杰克逊的大腿区域还有微弱的脉搏 坚持要把杰克逊送到医院 下午1点13分 杰克逊被送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疗中心 穆雷医生并没有告诉医院 他私自给杰克逊注册了一柄分 2009年6月25日下午2点26分 麦克逊·杰克逊被宣布死亡 此时距离他停止呼吸已经过去4个多小时了 当死亡消息宣布之后 穆雷医生开始失声痛哭 为了避免承担责任 他拒绝在死亡证明上签字 杰克逊的尸检报告显示 在他体内发现了多种 本二氮灼类抗焦虑药物 一柄分和麻黄碱 但其主要死因是急性一柄分中毒 所引起的心脏骤停 一柄分是一种乳白色的麻醉剂 通常被称为牛奶 其特点是起效快 苏醒快 而且平稳 常被用于肠镜 胃镜 无痛人流等检查或者是手术当中 也就是说一柄分是一种麻醉药物 并不是安眠药物 需要在麻醉师的严格指导下使用 穆雷医生在半夜给杰克逊使用的 安定米达作伦和劳拉西盘 都是本二氮灼类药物 它们和一柄分一样都作用于大脑中的 伽巴受体 在人的中枢神经系统中 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抑制性神经地质 伽巴 伽巴的作用与多巴胺正好相反 多巴胺会传递兴奋信号 激活神经元 而伽巴则会抑制神经元 使神经元要么以较慢的速度放电 要么停止放电一段时间 人大脑中的大部分神经元 都有伽巴受体 这就意味着 伽巴这种神经地质 可以作为大脑神经元活动的急刹车 本二氮灼类药物和一柄分 都可以与伽巴受体相结合 在此过程中增强了伽巴的抑制作用 简单来说就是 这些药物都是让人的大脑熄火的 少量服用可以起到麻醉的效果 此时人将感觉不到身体上的任何疼痛 出于一种类似于睡着了的状态 但又不是真正的睡眠 因为这一阶段是没有快眼动睡眠期的 随着剂量的增加或者是药物的叠加使用 大脑熄火的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呼吸越来越薄弱 血压越来越低 直到大脑再也无法对身体下达任何指令 人脑的通讯系统整个陷入了瘫痪 生命垂危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一柄分的起效是非常快的 当麦克尔杰克逊失去了呼吸之后 穆连医生没有立刻拨打急救电话 而且还隐瞒了他给麦克尔杰克逊 使用一柄分的事实 如此一来 杰克逊的死亡几乎是没有任何悬念的 一柄分作为一种优秀的麻醉剂 本身并没有错 错就错在杰克逊把穆雷医生当成亲兄弟 可这位三角猫医生 竟然连最基本的医学麻醉常识都没搞明白 把麻醉剂当成安眠药 持续给杰克逊使用 导致他成瘾 普通的安眠药 对杰克逊已经起不了任何作用了 穆雷医生最终被判过失杀人罪 但也只入狱四年 初一后他曾经接受了新闻栏目60分钟的采访 在采访中 穆雷医生竟然说 是麦克尔杰克逊 趁他上洗手间的两分钟的空档又醒了过来 并且给自己加用了一柄分 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在之前的庭审过程中 穆雷医生还曾经播放过一段 杰克逊使用了一柄分之后 喃喃自语的录音 杰克逊说道 他希望大家在看完他的演唱会之后 会感慨这是他们这一辈子看过最棒的演出 是上帝希望他这么做的 路连医生想用这种方式为自己澄清 表明是杰克逊自己坚持要使用一柄分的 但是60分钟的节目主持人却一语道破真相 他问穆雷医生为什么会事先录下这段录音 就好像知道杰克逊早晚有一天要出事一样 待人寻味的一点是 曾经在1993年控告杰克逊鸾同的艾文钱德勒 在杰克逊去世后的几个月 于2009年11月5日被发现在家中引誕而亡 身边没有发现任何遗书 调查发现死亡当时他身患癌症 并且已处于晚期阶段 2009年3月就在杰克逊逝世十周年之际 鸾同案再起风波 HBO推出了长达四小时的两集纪录片《逃离梦幻岛》 将镜头对准了韦德·罗布森和詹姆斯·塞福特朗克二人 如今已经年过三十的他们 在影片中控诉已故天王杰克逊 在他们童年时期对他们进行了多次的侵犯 韦德·罗布森说他是在五岁的时候参加舞蹈大赛 而结识了麦克尔·杰克逊 七岁时第一次遭到侵犯 从那之后的七年里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詹姆斯则表示他是在九岁拍摄一个商业广告时认识了杰克逊 此后就经常受邀到乌友乡做客 纪录片中最具冲击性的一幕发生在第一集第九十分钟左右 詹姆斯拿出了一枚戒指说是杰克逊送给他的定情信物 杰克逊曾经在卧室里为他举办了一场简易的婚礼 戒指是用来巩固他们对彼此的承诺的 詹姆斯说他小时候非常喜欢珠宝 杰克逊便常常带他去珠宝店以奖励他的付出 有人说凡是看过这部纪录片的 只要你眼眉瞎就不可能还认为杰克逊是无辜的 事实上逃离梦幻岛并非两位当事人第一次对天王做出这样的指控了 早在2013年和2014年 他们就分别向迈克尔杰克逊遗产委员会提起了诉讼 所要赔偿 但均被宣判败诉 最为吊诡的是 韦德·罗布森在2005年的鸾同案庭审中 还曾作为证人出庭 当众发誓说杰克逊从未对自己做过任何不当行为 时过境迁 在逃离梦幻岛这部纪录片中 他却说自己那个时候是迫于压力才给了假口供 当然也有不少人在看过这部纪录片之后 发现里面是漏洞百出 比如说在第一集51分钟左右 詹姆斯说他曾经在乌有香的火车站里和杰克逊发生过一些事情 然而根据他在2014年提交的诉讼书的第36条 他声称是1988年到1992年期间遭到迈克尔杰克逊侵犯的 可是1992年乌有香火车站根本就没有建成 火车站的图纸是在1993年11月才画好的 另一张媒体曾经公布的拍摄于1993年12月14日的照片也显示 当时火车站正在施工 这就使得詹姆斯所说的话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韦德·罗布森这边也好不到哪里去 纪录片中他的妻子阿曼达明确表示 自己对恋童是一无所知 也不知道此类侵害可能会给受害者的成年生活造成怎样的心理影响 他在这方面完全就是个小白 可是韦德与妻子阿曼达在2019年初所创建的基金会的说明里 却赫然写着阿曼达也是这方面的受害者 他在同年也曾经遭遇过此类不幸 可能是被太多网友攻击 如今他们基金会网站的介绍信息已经被更改 另外在纪录片第二集中有这样一个片段 2003年迈克尔·杰克逊因为轮筒案被戴上手铐 押解到警察局录取口供 下一秒镜头一转出现的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律师 马克·格拉格斯召开新闻发布会的画面 他为杰克逊背书 指责那些指控全部都是为了额钱 记录片播出之后 律师马克也收到了大量网友的谩骂 很多人都说他是为虎作伤 正是因为他的言论 才导致了更多受害者不敢站出来 然而事实是 在2003年到2005年的那起轮筒案中 马克根本就不是杰克逊的代理律师 在那起轮筒案中 杰克逊的代理律师是汤姆·梅塞罗 马克召开的那场新闻发布会 与轮筒案毫无关系 是他代理的一起 迈克尔·杰克逊在飞机上 被两名成年男子窃听并录音的案件 后来这两名男子已经认罪 也被送往了联邦监狱 然而这段新闻发布会的现场视频 却被逃离梦幻岛的导演 移花借墓运到了纪录片当中 遭到了网友的一顿痛骂之后 马克律师本人也发推特回应了此事 表示自己的原意完全被纪录片曲解了 谢谢网友们的提醒 现在他有理由采取行动了 纪录片中诸如此类的漏洞 还有不少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上网搜索 这部纪录片究竟是在消费死者 还是在还原真相 相信每一个人心中各有自己的答案 尽管迈克尔·杰克逊在音乐方面 有着高不可攀的成就 但是我们别忘了一点 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神 他热衷于慈善事业 短暂的一生里 个人捐款金额超过了6亿美元 靠一己之力 支撑了39个慈善机构的运转 去世后根据遗嘱 他20%的遗产也被捐了出去 但是杰克逊也不是没有做过出格的事 案例02年11月 在德国柏林 他就曾经将当时9个月的小儿子坦坦 包出了4层高的酒店阳台 全空给歌迷看 这可能是杰克逊在镜头面前 做过的最愚蠢的事情了 杰克逊生活在一个造神的时代 人们热衷于造神 但更热衷于把神拉下神坛 最近几年网络上又开始流传着一种说法 说麦克尔杰克逊其实并没有死 他只是故意制造了2009年的那场事故 从此离开了大众的视野 此类所谓都市传说的背后 隐藏的其实是广大歌迷们的怀念与不舍 如果杰克逊真的没有死 希望他远离纷争再也不被打扰 如果他真的走了 那么希望他在天堂里能够被温柔以待 今天就让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